你好,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新闻爆料 在一个多月之前,郭台铭曾经给中共高层写过一封信 其实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希望放松疫情的管控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说,郭台铭曾致函中国的领导层高层警告 严格的防疫疫情防控措施将威胁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地位 第二个,希望要求在对富士康员工的限制上更加透明 就是说给予富士康更宽松的防控要求 不要政策以来就关上,这些员工都无所适从 所以这封信是一个多月之前发的 其实当时就是富士康的这些员工 他的厂区大面积感染 很多的工人冲破封锁 背着大包小包,拿着行李箱走上高速公路 走到田间地头,走上跨河大桥 就往外走,用走路的方式离开厂区 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 非常震撼 而且当时在国外的一些主要媒体当中都在纷纷的转发 影响力是很大的一件事 所以郭台铭是在那个阶段给中共高层写了这封信 然后华尔街日报说 知情人士说,华尔街日报算是他们的情报线吧 中国的卫生官员与政府和政府的这些幕僚 以郭台铭的这封信作为一个依据 向上层,中共的上层 估计是习近平吧 继续的表达,希望放宽动态清零和管控的这种依据 因为当时来自社会民间的压力很大 动态清零不可为计了 但是你怎么做通上层和习近平的工作 就是这些卫生官员和幕僚在用这封信作为依据 那么几周以后 全国就爆发了白纸革命,上街抗议 所以这些政策的官员更有依据和力量 去说服上层,赶快放松管控 消息人士说 要求放松疫情管控的这些官员和幕僚 和智囊团 他们对清零政策在之前觉得确实保护了所有人的 中国人的健康,公民的健康 但是现在奥米克戎的变种病毒需要改变战术战略 奥米克戎的致命性低,但是传染性非常高 那么如果还采取更多这样的强制的封锁 在公众对已经有的疫情管控日渐厌烦的时候 也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干扰 会影响和威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 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去联系郭台铭的富士康 就是郭台铭的个人办公室 对此新闻报道表示没有这回事 否认,我没写过这封信 然后平衡公司也没有回应 中国相关的新闻办公室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也没有回应 那么这件事,我的估计是百分之百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是肯定写了,华尔街日报不是空穴来风 华尔街日报是有很深厚的情报来源的 包括在二十大之前 他预测的常委名单是最后最准确的 就是他预测的是最准的 华尔街日报是挺厉害的 他预测最准 然后呢,为什么我说这封信他肯定是写过呢? 因为他否认,那就说明他写过 他可以不置评 那么他为什么不置评呢? 他为什么要否认呢? 就因为他写了,所以才不承认 所以你要知道这逻辑 如果是有谣言传的话 我可以不呼应你这个谣言 我再呼应你的谣言 那不就是使你的谣言越传越多吗? 我不回应,我不打理 但是呢,郭台铭办公室否认了 我们没写,没有这回事 那就说明是肯定写了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呢,他写这个 到底有没有主观意愿和能力实现呢? 是有的 首先说,郭台铭的富士康 他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台资企业 影响力和知名度都非常大 另外,郭台铭本人 他也涉入政治比较深 他是台湾国民党蓝营的一个重要人物 所以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关系现在这么好 一直都很好 所以郭台铭在中国办企业呢 也一定是和中共的高层呢 有深入的接触 所以呢,他有这种条件 他可以写 再有一个呢 郭台铭的思维呢 他是了解中共的这个官本位的这种施政体系 到底该出哪门进哪门 这个事找谁办 那个事打给谁的电话 那个事找谁的秘书 他都非常清楚 他有忠实思维 他都完全明白 所以他是有这个便利条件的 甚至我都觉得他应该跟中共高层呢 有直通车的电话方式啊 但是他用写信应该是婉转的表达啊 那么这是他了解中国的国情 所以他有可能写这封信 第二个呢 他的推动力呢 来自于背后的政府啊 就是地方政府 包括河南的和郑州的当地的地方政府 一定也会推动郭台铭去干这件事 因为中国的这个官这个官僚体系当中呢 你这个地方政府呢 你无法去和皇上说 皇上你要不您改改宪功章 要不您松动松动 地方官员吓死他们 他们也不敢这么说 他们只能这个这个完全执行啊 这种变态心灵就这么干 但是他们内心也有苦说不出 所以他们可能是背后啊 很有可能他们去鼓动郭台铭 郭老板这信得您写 您得跟上面反应 我们没辙 那老大在那扛着 我们一见他浑身哆嗦 我们怎么给他说 你把这个富士康放一放 你把这政策松一松 我们没法说 我们说这脑子掉了 要不胡杀暴掉了 所以没法干 郭台铭呢鼓动他 你只要写这封信啊 只要一松动 我这边如何如何 或者说呢 河南政府呢 就是这帮地方官员呢 也贼精贼精的 就是你郭老板 郭老大你写这封信呢 给你富士康一个特殊政策 那我就好办了 我有这商房保健 或者领导给我递来个条子 富士康这事可以特事特办 特殊处理 我不就好办了吗 我得有这条子 我没这东西 我就必须得坚定 毫不动摇的执行动态行令 所以呢 地方政府也有推动这件事的意愿 让郭台铭去写这个信 有这种可能 第三个呢 是来自于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呢 在这件事情当中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远远的一个甲方 其实它不用涉足这么深 因为你这个富士康呢 就是我的一个供应工厂 你按时给我供货就行了 你不给我按时供货 那我就换别家 所以呢 这个你不要影响我的供应链 现在实际上这个动态变态清零之前 已经深深的影响了苹果公司的供应链 所以苹果公司呢 在现在最近也在大量的新闻 在媒体曝光啊 他们要把这个产业链和工厂 大面积的往这个印度和越南去转啊 就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势头和趋势 风险性极大 所以中国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工厂呢 占整个iPhone全球的供应链呢 能占到85% 就是在中国的河南组装的 所以你占这么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话 你一旦有风吹草动 它就会影响 苹果呢 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呢 也确实减少了20% 比预期呢 少了2000万台 这确实也是苹果它的压力 所以呢 它会把这个压力呢 转移啊 释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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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这给郭台铭啊 让他你给我想办法 你不能断我这个 这是简单的层面 第二一个呢 对苹果公司来说呢 它有强大的道德压力 这个道德压力也很大 因为在西方媒体 什么这个华尔街日报 当时纽约时报等等这些 呃这个美联社都在报道富士康的员工 提着大包小包啊 面对着那个大白义无反顾的年轻人 提着箱子跟逃难一样浩浩荡荡 队伍在这个这个这个庄介地里走 然后爬铁丝王等等 这种画面在西方人看来太震撼了 非常震撼 所以苹果公司有非常大的道德压力 因为从法律层面 美国也有很多法律要求不许强迫劳动的 你这个当时新疆就是啊 你我们的产品不允许有这个强迫劳动的 有这种奴隶制这个这个这个血涵工厂的这些 从法律层面上美国是违法的 是不允许的 同时你这些画面在这个媒体上这么一传 苹果公司压力很大 很多人就觉得去抨击苹果公司 要求他你的供应工厂怎么这样啊 这些工人没有健康的保障 拿着这拿着包拿着自己的行李 这么大面积往外跑 苹果公司也有很大的道德压力和法律风险 所以他一定会逼这个富士康郭台铭 你们必须做工作 必须要想办法啊 苹果很有可能不直接跟中共的这些高层 或者商务的这些官员去说这件事 但是他一定会让郭台铭去想这 你想这 你必须做工作 不做工作 这个我们必须把这个公共厂转出去啊 所以现在苹果正在做 把所有的产业链的工厂啊 往第二个替补啊 就是往这个越南和这个印度去转 苹果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所以当时郭台铭这个信呢 很有可能就是写了啊 所以就这几个因素就推动 他一定会写这封信啊 而且写这封信啊 我觉得从郭台铭的个人的角度 他如果写了这封信 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 把富士康尽量多的转走的这种思想打算啊 因为你和中国的这些这个中共的这些高官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啊 你如果稍微的让他不爽 你后的日子就不好过 当然他也知道我现在这情况 你这个工人用工也不稳定 这个供应链也不稳定 你疫情又又突然你来一个这个动态心灵 你的政策又不稳定了 那我就在这待着干什么啊 呃 用工成本又这么高啊 所以呢 他也其实已经做好了 全面切割全面转移撤退的准备 所以他才有勇气写这个信 另外还会有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因素 好吧 现在这个疫情呢 就这样了啊 反正现在下一步呢 国内反正我身边 我今天在我的朋友圈和我们那些朋友群里面看到 我大概有印象不到20个 我知道阳性的在国内阳了 但是我感觉大家心态还都挺好 阳了阳吧 早晚都得阳等着吧 就在家歇两天吧 把孩子送姥姥那去啊 还是怎么着的啊 我说你把你孩子跟你在家 你现在发烧了 其实你走 你现在发烧的时候 你们全家人已经感染完了啊 应该也都养了 就先等待两天吧 等退了烧再说啊 现在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吧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